陈道明 演技精湛的老艺术家 给我们带来了于无声中震撼人心的表演 陈道明生于1955年 算起来今年已经64岁了 算是一个年轻的爷爷了 日前陈道明以电影家协会主席的身份 出席了在厦门召开的 荆棘百花节的新闻发布会 令人吃惊的是 陈道明竟然满头研发 脸色辣广 眼角纹很明显 感觉一段时间不见 陈道明就突然老了很多了 虽然看上去老了很多 但是陈道明面目慈祥 目光温和 像是一个和来和亲的长辈 其实 在几个月前的某次活动上 陈道明还是满头黑发的 如此看来 陈道明应该是染发了 如今 陈道明愿意一满头银霸的本真状态来示人 现实出 和他的自信和坦然 看来 我们需要接受陈道明是一个白发老人的新形象了 有人说 陈道明其实是被扩语了 其演技并非达到了殿堂级 很多角色也是没同的 演什么都是演自己 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你心中真正的殿堂级表演艺术家是哪位呢 你心中真正的殿堂级表演艺术家是哪位呢